欢迎收看金灵天下瑞士达沃斯论坛 认为说受到了地缘政治冲突 以及融资紧缩还有AI颠覆性的影响 今年全球经济是相当不稳定的 而MF也认为说AI已经造成了失业海啸 那么未来在全球40%的工作岗位可能会受到影响 尤其是已开发国家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当然经济不佳也冲击到了精品消费市场 英国的精品业者Burberry就调降了获利 这已经是三个月以来的第二次了 不过在二手的奢侈品市场 爱马仕却是相对比较抗跌的 另外在过去被视为是中国中产阶级象征的钢琴 现在却出现了价格崩跌的情况 而且连上下游都受到了影响 台股的部分在今天真的是股会双杀 台股在盘中是撞错超过两百点 最后以大跌一百九十九点作收 在农历年前还会有行情可以期待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大家好 财经专家游婷好 晚安 资深分析师李永年 大家好 台大电机博士张晴玉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先请教陈彦今年是这个全球史上最大的一个选举年 但是经济却是相当的不确定吗 因为连奢侈品市场都开始吹寒风了 没错 这一次瑞士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我给各位带来第一手的讯息 我刚从这个参加论坛回来 那这里面就特别谈到了 经济学家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 那为什么这个论坛很重要 集结了全球工商界 政治界以及经济界的领袖 所以他们的看法整理完以后 你其实可以很透彻的去看出来 接下来大家对于今年全球的经济环境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所以你看这里就讲到说 今年是面临成长前景疲软 而充满不确定性 股票市场最怕就是不确定性 其实就整个区域来看 我仔细的看了这个报告 中美之间的景气如何 大家各有表态 有人认为说会有机会 美国景气会越要 有人认为说就是维持现在这样 有人认为中国会起来 有认为还是底部 那南亚普遍大家都看好 像印度 东亚也普遍看好 有一个地方是大家都 一致性的同意他会不好 就是欧洲 那我觉得跟俄乌战争 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一个他这里特别提到了 地缘政治的冲突 融资条件的紧缩 也就是说即便未来开始降息 你的借贷成本是下滑 可是大家担心 这个借款人的条件出现变化 所以融资条件会开始紧缩 另外一个其实还是AI颠覆性的影响 可能开始出现大财源 可能很多的行业都不需要 我们讲不需要劳工 这个是相当冲突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今年尤其是为什么 他一直为什么他们一直认为说 今年很充满不确定 选举本来就是一个变数 选举本来就是一个变数 那今年有多少地区或国家选举 50多个很夸张 超过40场大选 所以小谋就说 全球经济会面临下行的压力 而且会出现更大的波动 因为选举就是一个不确定 这里面他特别谈到谁 他特别谈到川普 他说最后可能又是川普跟拜登 两个PK 那如果华尔街认为 川普会赢的话 那川普是不是会推翻 所有过去拜登的行政命令 那他跟国际之间的一个关系 还有甚至提到 通通关税就10% 对 贸易战 这一听大家冷汗直流 那所以他们说在大选年 通常S&P500的波动性会比较高 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 当然IMF也在警告 AI的部分影响的就业的状况 我觉得这数字是蛮吓人 因为高达40% 就是40%的工作机会会被AI取代 对 那希望我们是那60% 对不对 有40%会被取代 那已开发经济体会变成是 认知型任务导向的工作会比较盛行 那有60%的就业也会 就是说假设40%受到影响 对不对 另外60%也是岌岌可危 所以未来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也不是 我对未来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些基层的工作会找不到人吗 找不到人 这个是 就是说你看AI取代很多工作岗位 可是又有很多的工作岗位 他对接不上 他找不到人 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乱 你看乔治成大学 他们的劳动力中心预估 2031年 72%的工作 需要高等交易人率或者培训 所以未来这种所谓中间的 或是技职为主的 会不会突然之间消失 那这样子的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消费力的一个问题 因为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说高档就是奢侈品的消费力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景气观察指标 现在就业市场如果不加的话 直接冲击的就是消费市场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就业市场不加 那一般基层民众 可是如果连金字塔顶端也受到影响 那我觉得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你看这个是Bloomberg特别谈到 代表生产商的法国香槟委员会 香槟其实就是气泡酒 其实就叫气泡酒 那当然香槟的味道比一般红酒白酒 喝起来是稍微顺口一点 那比较适合是搭配海鲜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他说海外出货量降低了8.2 那如果不管疫情封城那时候不管 其实出货量是40年来最低 怎么会这样 不是说经济的表现不错 那有钱人不是不受影响吗 每个人都要拿一杯香槟 那怎么现在他受到影响 40年最低 对另外你看Bloomberg 他说下坎年度营业利益的 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是精品业 原本都不会受到影响 都没有受到影响 我觉得去年底我在谈这件事 我都发现好像没有出现什么事情 可是Bloomberg就是 他说三个月来第二次对全年获利事情 第二次了 他说营收会减百分之十五 十五 美洲地区 当然这当中是精品价格上涨 大家兴趣缺缺 还是通膨已经伤害到富裕阶层 我觉得可以来讨论 当然我们继续往下看 精品业吹寒风 但是还是有这个顶级的精品品牌 其实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可是这当中我们仔细来探讨一件事 就是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 到底是大家已经没有钱 可以去买那个有钱的奢侈品 还是说你长太多我不想买 还是富裕人士的购买力下滑 我认为是第二个 为什么 就以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特别重要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 这个要特别教大家一下 Hand me down 就二手的意思 就人家用过然后给各位 所以说看我们的节目 还可以学英文真的是很棒 他说过去几年购物者在 奢华包包服装 手保不是手保 手表加珠宝 那就叫手保好了 花费1.3兆 出现在哪里 二手市场 你知道这个是很诡异的 就是说通常买奢侈品的人 应该不会去买二手的 可是很多人可能因为需要资金 他变现 或者是他需要资金的流通 他拿到二手市场去拍卖 甚至有可能因为买不到 我只好去二手市场买 有没有可能 所以其实到底是不是有钱人 变没钱了 这可能是一个 但是他变没钱以后 他可能去追逐 他说我买新的我买不到 太贵了 或是太贵我去买二手的 所以反而二手市场的生意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你知道2023年 二手奢侈品 451欧元 转售规模四年翻了一倍 当然如果你是为了收藏 或是你真的很喜欢这些包 我跟各位讲 今天这一段很重要 为什么 你要买对 要不然有的是你买了以后 走出店 叠价 就叠价 所以就跟店人说我不走了 我买完我就坐在店里面 因为我一走出去就叠价 所以我这辈子我就坐在这 看它会不会叠 当然这开玩笑 你看这里面 爱马仕是最保值的 二手的均价比新的还贵 比新的还贵 我跟各位解释 你要买到爱马仕 所以以后如果有人拿爱马仕包来 你一定要跟他立正 然后跟他敬礼 不是只有这个包贵的问题 是他既然买得到 比如说薄金包好了 对 还有什么凯利包是不是 凯利包 上市好像是我们某一个好朋友 一个知名节目主持人 就带了一个凯利包来 我那时候小弟有眼不是泰山 后来我才知道 你要买那个包 你跟店员的关系要很好 而且他要知道你有这个实力 不然他都会跟你讲 不好意思没货没货没货 很不容易 然后你看这个 这念什么 这就跌56% 你看我连英文字都不会念 所以我当然就不会买 然后你看Dio 很多人喜欢买Dio 我真的劝不要 你看跌多少 二手跌47% 但是还是要看保款 有一些经典的 也是比较报纸 这个我就比较没有研究 但你看手表 手表它本身 就大部分都有限量 再加上他们这些表商 每年会定期的去调整 新表的价格 所以自然而然 它二手的表的市场 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你看百达斐力 百达斐力 价那么多 百达斐力之前有一支 我朋友要叫我去问 我记得不是才20万还40万 他要我去问的时候变100 后来在隔节我去看变200 我就奇怪 这到底什么问题 这个平均涨39.1 劳力是20.3 那你看如果你买Omega 就变叠比较多 就叠快三成 当然如果是以喜好来讲 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如果真的有需要 要收藏 要传承 品牌 还是蛮重要的 那当然 我们也看一下 这个爱马仕 我刚才就讲 要买买不到对不对 你看Tiktok在风传一个爱马仕游戏 就是你可以去买 有钱买不到的线 俗话说在马场里面 对 那你在玩游戏 玩玩玩玩 你知道那个视角我有看 他其实也没拍什么 就是一个人 他戴着手套 然后打开那个橘色盒子 然后从里面拿出包包 哇 这个点击率竟然可以那么高 对不对 然后他说 当你玩爱马仕游戏 九个月以后 就可以拿到包包的offer 对不对 当然你要有钱才能买 但是你其他的包 爱马仕厉害的地方 是你有钱不一定买不到 你看没有现货 没有现货 没有现货 不接受登记排队 你今天进去一个店里面 你直接跟他说 我就是要这个包 他跟你讲不好意思 没有现货 你必须带一个 更重量级的人物进来说 你非得叫我把他请出来吗 他说好 我们到后面去看 后面就有一个秘密的房间 因为爱马仕 坦白讲手工制造 生产一个包包48小时 所以限量 限量是残酷的 所以他有所谓的秘密的会员 不过针对这一点 爱马仕厉害他们是否认的 他们不承认 有这样的陪货制度 但是据说 店员之间会流传一个所谓的名单 好客户不好客户 这样子 当然这个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觉得都有带证实 有带证实 那现阶段来讲 我觉得贫富差距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 对 反映的就是贫富差距 很多人会觉得说 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包 到底心里在想什么 坦白讲我也不懂 很多人花很多钱去买手表 心里在想什么 坦白讲我也不懂 但是你会发现 这几年贫富差距的 这个距离是越来越开 你看国际扶贫组织乐视会 他说全球不平等报告中 世界会在十年内出现 第一位身家 搭一兆美元的富豪 所以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而且速度非常非常快 当然我们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大概是哪几个 有可能劝评重选 那自从COVID之后 这个贫富差距再加速扩大 我觉得这是令人难过 近五十亿人竟然变得更穷 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讲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AI时代的来临 它可能会恶化 这个贫富差距的现象 好 刚刚呈验 但我们看到 现在整个经济的变数 还非常的多 包括AI时代的来临 可能会取代很多的工作机会 甚至还会间接导致 贫富差距的扩大 不过我们说到在中国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在过去中国一二线城市 很多人会把中产阶级 就是钢琴是中产阶级的一个象征 但是现在是不是也是因为 这个消费比较低迷 竟然传出说 钢琴现在也没有人买 价格出现了崩盘的情况 这叫做全面资产通缩化 以前五万块六万块 人民币的钢琴 现在五千块 出手都没有人要 我刚才才看了一下 香港恒生指数 前两周我们还在讨论说 台钢股市黄金较差 那个交叉的时间点 大概在一万七千点左右 港股今天一万五了 股票市场所有资产 全部都在通缩当中 我才看到去年2023年 中国大陆有个段子很出名 一个很标准的金融段子 他讲说有一个投资人 在2023年年初的时候 把房子卖了 他拿去做什么 炒股票 结果到年底 发现亏了五成 亏了五成好难过 剩下的五百万 他回去一看 房子也跌了五成 刚好可以把房子给买回来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在一个通缩化的环境当中 等于你持有现金 就是胜利 也就是说 你持有的现金越多 你未来的购买力会越强 这跟台湾市场不一样 台湾你持有的现金越多 过两年你就后悔了 早早买房了 早早买0050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如果以整个中国市场 居民金融资产的 现金规模来做观察 你看当时在2021年以前 百分之五十九左右 都是我们看到的居民储蓄 可以了解到 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不管是持股 做一些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信托 或者我们看到基金的规模幅度 相对来看是不错的 大概在16%左右是持股 但是我们看时间 现在来到2022年的时候 瞬间居民储蓄就成五字头 直接飙升到六成四了 大家不敢花钱 钱都存起来 没错 2023年去年年底 中国就业人员的平均公市 每周已经飙升到了48.9小时 如果我们换算五个工作日的话 大概一天是工作9.7小时 创下历史新高了 所以内卷化还在持续 但是有一派人已经相信 现在我们必须要为自己来做打算了 不要过度的投资 不要对于未来过度的展望 钱留着 未来购买力就会增强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信心层面的问题 可是如果你具体观察 其实整个中国市场的不良债权 在企业贷款并没有出现 全面性的违约状况 大部分的违约 基本上都不在企业端 还是集中在不动产 也就是说 基本上击溃这个心理防线的 它其实就是防市 所以只有防市稳住了 整个市场信心才能够向上 举个例子来说 张图表示我们看到 中国在内外债券 目前正在违约的债券的分布 你可以看到 在境外的债券 87% 全部都是房地产 境内的部分 五成以上也是 也超过一半 所以境外境内 都是这样的情况 对 没错 所以可以观察到 整个中国信心市场的变化 它是从不动产市场 开始爆发的 那它怎么结束呢 就是它要持跌 那现在随着中国市场 开始放宽它的限跌令 我们渴望在短期内 看到有非常显著的量能 可是如果价格下跌 幅度过快的话 也会影响到市场的买盘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整个市场当中 它不只是我们看到 住宅市场 被市场所抛售 商办市场也是 竟然有大量人口 正在离开这些 我们看到的北上广深 我们具体观察 在整体成交总额层面 上海的部分 本来大概是 1200亿左右的规模 在总成交量的部分 现在已经下滑到 仅仅只有600亿左右 不管是北京 广州 深圳 全部无一例外 都在下行 大概整体交易量 大概减少了三分之一 甚至我们看一些 北上广深 我们讲的写字流 其实就是商办 目前控制率 北上广深平均来看 是两成 20% 你知道台北的 这个商办 控制率是多少吗 是4.7%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基本上北上广深 第三季度超过两成 对 其实大陆 也有很多这种发行 这个商办市场 但是在北上广深当中 从来没有升到这么高过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 中国消费的低迷 包括刚才你所提到的奢侈品 也消费低迷的 一个主要原因 就来自于整条 心理情绪的转变 那你要把这个心理情绪 转变的源头处理好 那就得从不动传市场 来做一个更进一步的留意 不过大海担心之后 中国的经济 会不会更大的一个变数 是来自于 这个前总统川普 美国前总统川普 会不会再度当选美国总统 他在爱荷华州的这个初选 是轻轻松松的就胜出了 那么如果说未来 他真的又当选了美国总统的话 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制裁 贸易制裁 会不会更加的激烈 对 没有意外的话 因为他爱荷华州 已经很顺势的获得初选 那基本上未来各大州 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今年年底 跟拜登来竞争 绞足整个2024年 美国总统大位就是川普了 那事实上 我们从CBS的民调来做观察 基本上两者的民调 其实是不上上下的 川普目前最近的调查是五成 拜登的话是48% 还在误差范围之内 也没办法确定 到底谁会胜选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现象 就是如果是以摇摆州来看 因为美国总统选举是这样 它是属于间接选举 你摇摆州一拿就全拿走了 在摇摆州来看 不管是Nevada 或者我们看到乔治亚 密西根 Arizona 或者宾州 Wisconsin 唯一一个我们看到拜登 现在民调领先的 只有Wisconsin 其他全部都是川普领先 所以压力其实是很庞大的 也就是说我们看总票数来看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接近指标 当年我们看到希拉蕊 跟川普选举也是一样 总得票数它也是高 但最终它还是失去了 我们看到的选举人数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现在对于拜登 已经川普来看 就会产生更进一步的变数 也就是如果年底是拜登当选的话 那么你大概可以理解 那大概美国对于中国的科技围堵 大概就是这样子 可能会循序渐进 但是不会让大家太意外 但是川普当选 就难说了 它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性 你不确定他会做什么事情 你不确定关税是不是会全面的加成 你不确定美中关系 是否会显著的恶化 而我们过去已经跟投资朋友提到了 现在中国受到美方脱钩 所产生的后桌力冲击已经很大了 我们看中美贸易的相互依赖程度 在过去三年是下滑幅度非常快 不管是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占比 还是中国对于美国的出口占比 都在显著的下滑 而这个其实点是谁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前总统的川普 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变化 这个很明显不怀好意的 从18年以来就开始显著的攀升 从本来的四成七 橘黄色这一条是这个 不看好的 对对对 那看好的正在显著的下滑 所以川普开了这个头 他会不会主动结束呢 我认为是不会的 所以反而它是一个极大的变数 那包括在过去几年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海外资金的投入 直接影响了整个欧美体系的资本变化 比如说以美国对外国投资的部分 对红色线 中国市场的部分 是一个显著的下行趋向 可是你看到对于印度市场 对于墨西哥 对于我们看到的沙烏地阿拉伯 基本上都有非常显著的提升 而美国进口的变化也是一样 对于中国来看 早在17年18年 对于中国的进口力度 就在显著的下滑 取而代之的是东南亚国协 还有墨西哥 甚至墨西哥现在进口到 整个美国进口的总比重 已经超过中国市场当中了 包括越南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在整个东协市场 越南进口到美国货物的比例 上行幅度也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小结 就是说在美中贸易的冲突底下 只要没有衍生到热战冲突 对于亚洲周边产业链 它是有利的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为什么从18年19年以后 台湾的半导体代货潮 就显著的带动方向 它一方面当然是台湾的产业 自己争取 但另外一方面 它其实是地缘政治 所造成的效果 所以我们必须这样承认 川普当选它会不会引发股市的不确定性 会 因为不确定性就是一种利空 但是如果这种利空真的发酵了 美中的对峙越演越烈 它会有害于台湾供应链 有害于韩国东南亚供应链吗 这是不一定的 也许反而是好事 反而是好事 所以我觉得短期来看 可能市场上会有一些 避典情绪开始发酵 但是一旦确定性 也就是总统大选的选举结束以后 反而市场上会有利于亚洲这些 周边的半导体供应链 好 刚刚停号到我们看到 川普现在已经拿下 共同党初选的首胜了 接下来如果说 他真的当选美国总统的话 恐怕是让美中贸易战 是更加雪上加霜 但以供应链的角度来看 对台湾其实不见得是坏事 就在台湾大选之后 现在也有大陆的学者 他们认为说 接下来这个F法中的关税减让 有一些会台让利 恐怕是会全面终止 所以反映在今天台股排面上 传产股就首当其冲 对 今天传产股真的还蛮惨的 这个真的是传产股 传产股今天 因为受到这一个消息的影响 而且确实好像 中国大陆好像有这个企图的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首当其冲的一些传产股产业 像是塑胶 纺织 造纸这些 全部它的跌幅都超过2% 都是重挫 所以这个也造成今天的大盘 之所以会跌199点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今天台积电 一开盘就跳空开个低盘 这个是对市场的信心 是造成很大的冲击 礼拜四就要法说了 对 礼拜四要法说了 而且市场上都 现在大家都万众一心 大家都认为说台积电就护锅伸山 对不对 它的法说一定不会太差 对不对 可是一看奇怪它的股价为什么一下跳空下跌 跌那么多 大家当然会害怕 所以市场的信心就动摇了 第三个明天台子期要结算了 到昨天晚上为止 外资持有台子期的空单口数2万2千口 今天他们是有回补了大概差不多将近5000口 过卖之间台股卖超了451亿的大卖 没有错 这个就是我现在就要讲的这件事情 它为什么会大卖 因为台子期的空单的口数很多 它在现货市场用力灌压加权指数的话 台子期是不是就要跌了 跌下来它是不是就会获利回补 对不对 如果我是外资 我也会做这种没有人心的事情 OK 好 那么因为明天 才是真正的结算日 对不对 结算日 所以我们认为说 明天这个卖压恐怕还会再持续 还会再持续 这样农历年前怎么办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到昨天为止 从去年11月开始到昨天为止 外资在现货市场是买超3866亿 今天虽然卖超了451亿 对 卖好多 真的是 比我呼吸的多了150亿 吓了一跳 OK 好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手上还有3400亿的多单 现货的多单 我们刚才讲了 他明天再压低 再平仓 他把台子期的空单 获利回补了以后 他接下来就要考虑他的现货了 他是不是要拉高起来 对不对 在农历年前拉高起来一波 然后我们就算他要卖股票 他也是获利调节 所以他台子期跟这个现货 他是两头转 我认为这个是外资要打的念头 打的主意 所以我觉得一个庆祝行情 加上红包行情 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就农历年前应该还是会有一波的涨势 我选后大家也在看哪些政策 可望延续的一些概念股 最受关注的就是生计股 那么刚刚转上柜转上市的生计股王 就是宝瑞的部分在今天是停牌 那么传出说还有这个重大的并购的消息 那么明天恢复交易之后 可以带动生计股的走势 这只股票宝瑞来讲的话 他现在是生计股王 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生计股王 大家看一下 他去年前三季EPS24.63元 他前年 他跟前年 前年去年 跟前年 我这边写错了 跟前年的前三季相比 他的年增率是87% 87% 对 所以他的股王不是随便呼隆来的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另外1795的美食也是一样 他非常的稳定 因为他一直推出新的制药 然后新的药品 然后每年都有很多药品 所以他的营收盈域是 非常稳定的成长 你可以看 他去年前三季EPS 也是比前年要高出29.5% 成长29.5% 这两党股票比较不太一样 474.6台耀跟陈德比较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这两党去年前三季都是赔钱的 都是亏损的 可是他们是不是本业亏损 他们本业都是赚钱的 都是业外亏损 业外亏损 没有错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跟大家先看一下台药 就是这个争议性比较高的股票 因为这两党 宝瑞跟美食我想大概不用讨论 他基本面就是很好 而且他的股价已经 之前也已经回了一大波了 所以他现在的股价 我觉得他明天 他等到宣布 他的利多的时候 对 然后应该是有机会 还有高点 那么再以台药来看的话 刚才我们讲了 因为他前三季虽然是亏损 是因为业外亏损 然后我们看 他12月份的营收年增率高达32.4% 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他第四季 他第四季的我们认为 他第四季的EPS 应该是可以由亏转赢 所以他去年全程度 应该还是赚钱的 这一档股票 那么去年12月份以来 三大法人是买超了3098张 所以法人还是站在多方 技术面来讲的话 他已经快要突破 他的盘整区了 所以可以注意一下 美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他的这些药 这些药名实在是太难念了 他们为什么都要用拉丁话 来命名这个药名 医生很可怜 对 我觉得医生很可怜 每天要背这个药名 OK 好 那不重要了 重要就是他一直有新药推出来 而且去年12月份以来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了1.09万 今年的血癌药的部分 预估会再成长六成以上 对 没有错 去年已经增加年增率51% 今年再成长63% 所以他今年的营收盈余的 应该只要没有意外 应该还可以持续的上涨 但除了生计股 我要再请教永年哥 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过年农历年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样去选股 才能够安心的报到过年 OK 好 其实我们就看筹码 其实真正是要看筹码 为什么说看筹码 大家注意看一下 因为在选前两个礼拜 我们的股市是下跌的 对不对 股市下跌 大家可能会就会想说 这个是不是很多股票 法人可能会被套住了 然后很多投资人被套住了 我们这时候要选什么股票 我们要选 法人买超的 然后散户退场的 筹码比较安定 对 筹码比较安定一点 而且我们都知道 法人被套牢 他一定会自己想办法紧套 解套 对 散户被套牢 那就听天由命了 所以我们就注意看一些 这些股票是选前一周 这个表上是外资买超 然后投信也买超的股票 那么下面这张表示 选前一周投信买超 然后外资也跟着买超的股票 那么所以我们看一下 有谁技嘉 广达 中信金跟世纪钢 你没有发现 这个是AI伺服器的概念股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金融股 然后世纪钢 它是属于这种风力发电的 这个产业 所以它各个产业 其实是不太一样 另外投信买超的长荣 长荣当然就是因为 红海航线的问题 那茂达它这个是做 PowerPC的 PowerIC的 它就是电源管理的 那么然后再过来是 6805的富士大 以及3702的大连大 其实这些股票你可以看 像是以广达来讲的话 那么它已经整理了三个月 自从下来以后 它已经整理了三个月 事实上从高点到现在为止的话 它差不多已经整理了半年了 将近半年了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那么它是不是 它去年 因为它去年下半年 其实它的营收 这个比大家预期的要差了一些 所以大家会对它比较失望一点 可是我们认为说 今年才是真正的AI伺服器的元年 今年才是 今年才是伺服器的元年 对 而且你可以看 12月份以来 外资合计买超9.9万张 现在买了很多了 另外 它的一个底部形态已经成形了 至于贸达来讲的话 今天大盘跌了199点 它还是收红的 那表示怎么样 它属于 抗跌 对 非常抗跌的股票 而且它大量是在底部 所以上档没有什么套牢压力 所以这只股票也可以注意一下 好 永年哥 但我们看到 这是在选前一周 法人买超 融资减少 这些筹码相对安定的这个股票 是比较可以来做挑选 一直放心的报到过年 不过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整个科技业的风向球 CS站已经落幕了 不过我们要请教张博士 今年大放光芒 就是所谓这个软体定义车 包括南韩的LG 还有美国的亚马逊 他们都有推出这个 所谓软体定义车 那么到底这个软体定义车是什么 好 其实软体定义车 这个其实不是新的概念 其实在之前就有了 那软体定义车 其实大家把它想象很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的车子 基本上就像手机一样 你可能晚上睡个觉 隔天早上 他就帮你系统更新好了 那譬如说像LG来看 LG来讲 它其实展示的这个部分 它认为说车子来讲 不应该只是 不应该只是所谓 我们开车用 它可以有不同的一个转换 车子可以转换成餐厅 可以转换成你的工作室 甚至可以转换成电影院 对 就是所谓这个 智慧坐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一样是把 它家电的这个领域 一样把它放到这个车子 这样的里面 另外在所谓的这个挖土机 先前有所谓这个挖土机来讲 已经可以利用AR VR 所谓远端的这样的一个遥控 这个挖土机 去做进行工程的这样的一个进行 但是现在同时它在加入AI 一个人基本上就可以操纵 整个工程的团队 所以它其实已经是把整个的 这种工程整个生态 把它连接起来 透过AI的这样的一个辅助 所以这也是接下来的一种趋势 另外包括像这个Benz 跟这个Amazon这个部分来讲 它其实有推出这个音讯故事的 这个服务 那就是比如说你在车子里面 你就可以听到这些 这个有声读物 然后很多的这个音乐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选择 那当然来讲 包括它这里强调 就是它的声光音效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另外在这个技术的 这个部分来讲 蔡司 基本上来讲 它推出这个Holocam Holocam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功能 它最大的一个简单讲就是 这个玻璃以后可以变成摄影机 对 就是它 你说挡风玻璃变 挡风玻璃 任何的玻璃都可以变成 都可以变成是摄影机 都可以变成camera这样子 那这个呢 它其实可以透过这个 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把这个玻璃上的这个影像 透过这个光纤 这个光波岛的这样的一个传输 来把它这个 在它的这个印象感测器里面 那所以呢 它整个的这个结构上来看 你是看不到 像我们传统的这个镜头那些 完全都看不到 因为 它看起来就是一片玻璃 就是一片玻璃 这个片玻璃可以是挡风玻璃 也可以是我们的车窗 甚至以后呢 包括防止建筑物的这个 这个玻璃 任何的玻璃 都可以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摄影 那当然讲 包括像假设应用在车子里面来讲 我们这个挡风玻璃 除了向外看 我也可以向里面看 我可以侦测驾驶 有没有疲劳 那以及相关的这个手势 脸部的这样的相关的辨识应用 这个其实来讲 就给很多人 有这样子不同应用的场景的 在一个想象空间 这次CES展也有特别留意到福斯 福斯他们推出由这个ChatGPT 来担任语音助理的电动车 就是车主用一些口语话 就可以直接来下达指令 是 它其实当然这次CES 讲到车子 还有讲到AI这个部分来讲 那在AI来讲 它其实像是福斯也展示 就是把ChatGPT 把它导入到它车子里面 那这个比较像是语音助理的功能 就像我们 我们现在如果我要跟车子 我要调整所谓 包括冷气空调 我可能要下很明确的指令 但是透过这个ChatGPT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可能讲说我觉得有点冷 它就知道我温度要调高 比较口语化的方式 或者是说我想要吃奶油机 那它就知道说 你想要找餐厅 赶快去找附近的餐厅 对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样子的方式 透过这样子的这种 所谓AI的这样的一个 智慧的一个互动过程 让你来讲是相对比较轻松的 来完成 这是在所谓深层式的AI 导入到这个车子里面的 第一个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 其实是对车厂是更有利的 那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未来的自驾车 它其实要真正可以达到 这个更好的自驾 它必须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训练 那要经过很多的训练的同时 像特斯拉 基本上就是把现在目前 所有车主的影像 全部都拿来做训练 对 那可是会遇到一个问题 我们绝大多数的平常 开车都是没有事情发生 对 所以 可是它真正训练 要训练的事情是什么 通常都是特殊状况 突发状况 反而在真实的应用里面 很少发生 这时候透过生成式AI 它可以自己生成出 假设有人冲出来 假设有小朋友冲出来 或者是婴儿车等等 各种不同的应用场景 透过生成式的AI 生成这样子的虚拟场景 然后把它丢进去 这个AI里面 让它去做训练 它就可以再 透过这样的方式 再增加更多多样性的训练 所以在自驾的这个部分 就会越来越成熟 那同时 这个也可以在 包括说所谓的驾驶人 等等这个部分来讲 训练这个车 这个即时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所以透过这样生成式AI 可以让车子的 自驾的这个部分的功能 可以更加的这样的一个成熟 所以麦肯吉也预估 自动驾驶的这个市场 它其实会成长的越来越快 是 因为其实在 包括在这个A-DAS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这个 车辆的辅助的 这样驾驶的部分 还有甚至到更高等级的 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 对 这个部分来讲 在接下来的这应该10年 基本上来讲 它的成长幅度会非常 7.3倍 对 会非常的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 共享租赁市场 现在是相当受到 年轻人的喜爱 那么Irant 现在有新的对手了 而且打出的是 每个小时最低 只要66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系 再次观看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